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让稀松 渗水性很强 山上雪水融化后 大部分都会渗入地下 十分不利于农业开发 这样开采地下水渠道就成为了灌溉农业的不二法门 建设卡尔井需要在高山寻找水源 然后在地下开通一条岸渠 让地下水自然地流到岸渠形成地下河 地下河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接 同时地面上按照一定的间隔 打一些深浅不等的树井 方便取水 卡尔井使得河水不会因炎热 狂风而大量蒸发 流量极为稳定 保证了自然灌溉 这集结了古人智慧和汗水的工程 让图鲁藩这片中国作为干旱的地区变得瓜果飘香 同时让中国人有了扎根与子的生存条件 没让中国边疆变得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一样荒凉 除了卡尔井 我国古代还有很多惊世骇俗 但又显为人知的井 比如岩井 自古以来 岩都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 某些朝代 岩税甚至超过了国家收入的一半 早在两千多年前 李冰就在四川开凿出我国第一口岩井 一千年后 在四川遂宁发展出了更先进的灼铜井 凿井时把六十斤重的钻头悬在空中 利用钻头的重力落下砸碎岩石 燃力再将钻头举起 周而复时 最后用扇泥桶将这些含有岩沙的泥水取出即可成井 这种井深普遍可达两百米 而井口却紧碗口大 千年以来 我国的岩宫在湿热的条件下 忍着岩的腐蚀共钻出一万三千多口岩井 最大井深高达一千米 据统计 总深度相当于凿穿了四百多座珠穆朗马崩 即使现代人也不得不为之惊叹 除了凯尔井和岩井 咱们老祖族们还曾开采过石油矿井 最早开采记录早在秦代 明朝科学家宋颖兴所写的天工开悟 把长期流传下来的石油化学知识做了全面的总结 还对石油的开采工艺做了系统的叙述 在之后的几百年 中国钻井技术曾被国外超越 但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巅峰 在海上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深海钻井平台 和可燃冰钻井平台 在江边 我们有世界第一大陈井 可以为连接长江两岸的五峰山特大桥 提供坚实的底基 在内地 我们有储量最大的干热盐矿井 中国的井还走到国外 为干旱少雨的非洲打满了水井 但尼尔利亚一国就有六百口中国挖掘的深水井 他们的水利官员感慨地说 全世界没有人能像中国人这样帮我们做这么大的好事 没错 欧洲人在非洲的数百年 大部分时间都只考虑如何高效地掠夺 而中国追求的是中非人民的长期利益 谋求共赢 霸道虽好 但我选王道 因为老祖宗们的凯尔景 严景 以及围着他们繁衍千年的国人 早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记住 理应为人类开辟生存空间 带给人民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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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